拿出三根一样长的小棒,可以摆成一个三角形,再任意拿出三根小棒,也可以摆成一个三角形,再拿出另外三根小棒,这次就摆不成三角形了。 那到底什么样的三根小棒可以摆成三角形,什么样的三根小棒就摆不成三角形呢?三角形的三条边有什么关系?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讲三角形边的关系。 看这三根小棒,长度分别是三厘米,五厘米和六厘米,可以摆成三角形。 这三根小棒,长度分别是三厘米,四厘米和六厘米,也可以摆成三角形。 这三根小棒,长度分别是三厘米,三厘米和六厘米,咦,这就摆不成三角形了。 再来三根小棒,长度分别是三厘米,两厘米和六厘米,也摆不成三角形。 那咱看看这几组小棒之间有什么关系吧? 第一组,3加5大于6,3加6大于5,5加6大于3。 第二组,3加4大于6,3加6大于4,4加6大于3。 第三组,3加3等于6,3加6大于3,6加3大于3。 第四组,3加2小于6,3加6大于2,6加2大于3。 看来,当任意两边之核都大于第三条边时,这三条边就能组成三角形。 当两边之核等于或者小于第三条边时,这三条边就不能组成三角形。 利用这个结论来判断一下,长度是四厘米,六厘米和十厘米的三根小棒能围成三角形吗? 对了,维不成,因为4加6等于10,两边之核等于第三边,所以不能组成三角形。 在三角形中,较长的边对的角较大,较大的角对的边也较长,可以说是大角对大边,大边对大紧好。 此外,在三角形中,任意两边之差都小于第三边。 你看,6-5等于1,小于3,6-3等于3,小于5,5-3等于2,小于6。 好了,就说这么多,你都明白了吗? 明白了就赶紧做点练习试试吧。